迪拜世博会延期一年之后终于开幕了 从中欧到中东 从最低12度到最高40度 我对迪拜的感情也是很浪漫了 本期陈斌欧巴在世博会现场带来我的观察 本届迪拜世博会的主题是连接思想 创造未来 各场馆均展现自己国家科技创新领域的成果 那么这当然是中国馆的强项了 中国馆从共同的梦想 共同的地球 共同的家园 和共同的未来四个层次 展示了中国在航天探索 信息技术 现代交通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发展成就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世博会结束之后的场馆 后期利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花了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多的楼 如何有效利用将是一大难题 不过迪拜当局早有准备 并建立了District 2020 所谓2020区是通过保留迪拜世博会80%的环境 并将其转化为技术驱动的 可持续城市社区生活方式 活动结束之后 改造将包括住宅区 绿地 联合办公地 和智能交通 2020区的目标 是利用智能基础设施实现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纳入先进的技术和创新 以确保商业和住宅生活的 无缝运作 这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物联网 5G 机器人技术 大数据和区块链等等 我们已经工作了 客户所 化学主角色的地装 像是 Terra 第三了 属于 长久里的着图 并组织成为的创建的 到达立能量的学会 政治的生活在革命的方式 和我们的地装 有民族的我们的,"Pavillian", 它将参加了文族和国内工作的签迹 提供出移动者 人物动物体,物品,料理性,道理性 我们也有Alwasil Dome,是一个建筑的变化 也会变成一个活动中心 在商业方面,2020区为一些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了场地 这其中也会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特斯联在世博会举办期间提供152台智能服务机器人 提供迎接与互动、信息问询、防疫消毒、餐饮配送等全方位的服务 世博会的吉祥物机器人Opti也来自特斯联 此外,中国企业将在后世博时代深度参与迪拜未来特区智能化建设 特斯联还将深度参与后世博特区智慧城市建设 助力该地块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既顺应了该地区未来的发展趋势 更反映了阿联酋与中国在政治、经贸、科技等方面的紧密关系 近年来,中华关系快速发展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高层互访更加频繁 经贸合作成果分硕 人文交流,欣欣享荣,抗议合作成为两国关系新亮点 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与阿联酋重振丝绸之路理念高度契合 两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合作前景广阔 那么迪拜世博会为期六个月 希望疫情能够尽快消退 让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迪拜 亲眼见证这场世界的盛宴 特别是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